佛光照大地 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看 凤山讲堂的佛学讲座 日前是邀请到佛光山文化院的院长 一空法师来讲述 唯魔结晶的智慧 如何运用在生活上 巧妙的比喻 让现场的听众醍醐灌顶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 更需要佛法的智慧引导 一空法师受邀来到 佛光山凤山讲堂 为大众宣讲违魔结晶 当中的智慧方便意义非凡 所以有人讲说 黄金是毒蛇啦 那个儿你是冤家 你们学我以前还觉得钱不错 你们学我以前觉得儿你是我的宝贝 回到家 冤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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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会叫让人家恐怖不恐怖 所以这个都不可无人间心 所以我觉得违魔结晶是真的是为我们 我们广大的信众 在家其实要好好去研读的 一空法师以自身离癌事迹 告诉信众 癌症非绝症 目前的他仍健康快乐的过每一天 提醒大众随时要提起正面 把握每个当下 了解缘起信空的真理 却能看清缘起缘面 一切法皆为因缘所生 一席肺腑之言 让听众获益良多 人机卫视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